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呢 人们经常会用字字有出处来评判 是不是用软件把字都查出写法去严格的林 就能写出好的作品呢 其实不然 学古是必修课 初学的时候 肯定要和范本的结构啊 笔法尽量的相似 但到了创作阶段呢 做到灵活运用成古开心 才是写出好作品的关键 我们用一个家庭的夹字举例 王羲之那个夹字啊 结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呢 宝盖左低右高 有明显的倾斜度 二是呢 下边的始字呢 横折完勾的折笔部分 是向下取式 而不是通常的向左 这两点是夹字结构的基本特点 后世有很多的书家都在学王羲之的字 却没有写出和他完全相同的效果 每个人呢 都会把这个字呢 根据作品上下文的需要 写出自己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面貌 和新的结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ied 对